就挺突然的 魔动盒子拼装草人突然就到了 所以废话少说先来开箱看看里面的东西 外盒跟上一款的敖饼是一样的格式 随便看看吧 这次盒子里面没有做分隔 板件就一坨在里面乱七八糟了 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全部点件之后 包括支架包装里的这个小板件 一共58块 再加三个大块地台 合金骨架零件12块 没有任何贴纸 说明书有标出单个零件需要的板件 背面有很模糊的调色参考 来看看这次的亮点零件 首先最抓眼球就是这个见面色的特效件 太酷炫了 然后又是这个红色透明件 在背面喷了一层银色漆 这样从正面看透明红色就会很亮 有一种宝石的感觉 应该是注塑后先拖一半的膜 然后喷漆的 从侧面看能看出来 一般其他厂的做法是在透明件内侧 加银色银膜贴纸的 效果感觉都差不多 绿色透明线就没有这么操作了 再看看其他的预图装件 然后是普通的板件表现 然后是普通的板件表现 造型手以及可动手 凤哥等下会直播拼完这只摩盾河的特伤草人 评测视频也会在不久之后出 所以别忘了关注凤哥 是不是就已经感激起摩盘评测的资讯呢 如果能给大家看见 就是凤哥最大的资讯 我是凤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